哈喽各位哦,我是Wingo姐姐 大S已经在韩国登记结婚了 而且是24年前的旧情人 二度闪婚比第一次更加闪 光速,我都惊呆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同步吃瓜大S的再婚细节 和居俊叶的恋爱史 谁是居俊叶,还有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 2022年的3月8号 居俊叶发文说,听到了大S离婚的时候 他试着打了大S二十几年前的号码 没想到打通了 已经错过太久的时间,不想再浪费了 所以他提出了结婚 而大S也欣然接受 学到了,电话号码不要乱换 而后大S也发文回应 珍惜当下的幸福,承认了婚讯 在韩国结婚的话 只要寄出资料就能够登记 本人都不需要到场 简直是为闪婚提供了大好的条件 而居俊叶跟大S因为分隔两地 由于疫情的原因不能见面 所以居俊叶提出 我们成为一家人好吗 这样才能够见面 他经常跟大S说 反正我要跟你结婚 一直求婚,一直求婚 他最后就答应了 居俊叶计划明天飞台北度蜜月 大概待两个月之后 再带大S回到首尔 虽然我是康熙的多年粉丝 很希望大小S能够幸福 但是这次我觉得大S真的太不理智了 最后再来聊我的感受吧 居俊叶跟大S是在 苏惠伦的演唱会上面认识的 当时的酷龙组合是表演嘉宾 大S只是刚进演艺圈的 20岁小女生 也还没有演到山菜的角色 他追星非常的狂热 在粉丝见面会上见过之后呢 大S主动的追求居俊叶 两个人谈了一年的地下情 当时居俊叶还是人气偶像 恋爱对他的事业非常的不利 所以公司也反对他们的恋情 最后居俊叶提出了分开 两个人当时和平分手 但后来居俊叶去台北活动 不愿意谈到大S 也拒绝去大S主持的节目当嘉宾 直到很后来 居俊叶才在节目上面聊到 大S当时不懂韩文 把他的名字聚错当成了酒 刺青在脚踝上面的事情 算是间接承认了恋情 2004年有诊所的员工爆料 大S想要洗掉脚上的纹身 但是洗纹身远比纹身要痛很多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纹身需谨慎 2011年大S上康熙的时候 还能够看出来 他脚上有黑黑的一小块 看来是纹身并没有洗干净 因为太痛了 而且要洗很多次 那到底谁是聚俊叶呢 1996年 舞者聚俊叶和江源来 组成了组合酷龙 他们主打HipHop和R&B音乐 人气一时风头无两 徐怀玉杜德韦 苏惠伦 还有曹猛都翻唱过他们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德韩 后来韩版创造101的主题曲《Pick Me》 也是居俊叶和Maxima一起制作的 四年之后 江源来由于车祸下半身瘫痪 酷龙事业停摆 而且居俊叶不愿意抛下搭档单飞 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耿直男了 这段时期江源来忙着打车祸的官司 而居俊叶则在东大门开服装店 后来转型为DJ在夜店打碟 反正后期酷龙的发展不如人意 而居俊叶有时候会上一些综艺节目 他也参加过明星和素人相亲的 真人秀《恋爱的味道》 担心家庭的背景给居俊叶留下了阴影 所以他无法轻易结婚 今年53岁的居俊叶本人承认的前女友 包括有大S 还有顶楼的女主李志亚的姐姐 而今年46岁的大S除了有前夫汪小飞 前男友陈建州 蓝正龙 周渔民全部都结婚了 只剩下居俊叶一个单身的 而现在大S已跟他再续前缘 作为一个处女座的人 我很难忽略这一段 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旧情复燃 背后的各种现实问题 首先大S的两个小孩怎么办 爱孩子爱到飞起的大S 是不可能抛下孩子不管的 那以后要如何跟小孩协调呢 然后就是两个人已经20年没有见面了 人是一直在变的 不要说20年 你两年没有见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20几岁的大S剧俊叶和现在五六十岁 人格形成稳定的大S剧俊叶 怎么可能是同样的人呢 吃虾吃鱼怎么吃是大家的自由 但是大S老公不剥虾他就不吃虾 而剧俊叶75岁的妈妈 全年无休照顾50岁的儿子 还要帮他挑鱼刺 这样的两个人合适在一起吗 更何况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他们的沟通就是电话加视频 约等于网链 还没有奔线就直接结婚 但凡是身边有一个朋友要这么做 我都会觉得他疯了 还有一点是和家人的关系 连大S的妈妈徐妈妈 这么圆滑的官方发言人 这一次都非常不爽 气到他要吃酱鸭要稳住血压 他说这位韩国人我不认识 他也没有跟我讲要结婚 关于满不满意女婿 徐妈妈直接说 我无言我不知道 我无所谓 不要问我 女儿开心就好 是他老公也不是我老公 作为大小S最坚实的肩膀 徐妈妈已经够开明的了 而大S这次根本不跟他透露 一点点风声 是真的穿过了头脑 还是知道跟妈妈说了 他一定会反对呢 可能看这个视频的你 未必是康熙的粉丝 我来说一说 这么多年节目看下来 大S在我眼中的形象 他一直属于一个有主见 能扛事儿 冲在前面保护妹妹小S的角色 而且面对不公的事情敢于发生 虽然是一个严控 但是对自己的感情非常的投入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对爱的人很有奉献精神 心地善良 爱小孩 爱小动物 所以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很矛盾 这次的网恋登记 无论是从恋爱的角度 还是从母亲角色的角度 都太仓促了 可是你说大S他没有想过这些吗 我也不相信 他肯定也是有所顾虑的 那真正促使他夸过顾虑 答应求婚的理由 到底是离婚冲击 加上疫情期间渴望陪伴的孤独感 还是赌气一样的 一定要抢在前夫之前再婚的胜负欲 还是说真爱来临的宿命感 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都是很糟糕的再婚理由 所以虽然我很想大S能幸福 但是我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 当然我也不是大S 他的生活他自己会处理 那我只能祝他好运了 你对大S光速再婚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温哥姐姐 喜欢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